一個個麵包新鮮出爐 早餐時段客人絡意不絕 不少人每天必吃的麵包 現在也有成本壓力 大麥類的奶油成分比較高 所以說它成本的壓力很大 不然就是比如剛剛有講蔥 一顆蔥它的成本 也會增加到3塊到5塊都有 乳製品用得多的成本壓力自然大 高品工會透露 奶油漲幅最大約2到3成 以烏水奶油為例 均價每公斤200元 最貴的時候漲到260元 近期稍稍回穩還在240元左右 另外奶粉也漲兩成 25公斤包裝從3200漲到3800 麵粉則是微調大約漲一成左右 我們麵粉一次進都進200包 奶油一次進都進50箱 那當然依價的空間就比較大 大規模連鎖麵包店或餐飲業者 大量叫貨漲幅小 還能自行吸收 搶5倍券商機優惠依舊推 工會則透露 不少業者都在觀望 真的最高點是在7年年底跟7年年初 比較高點 現在我也講一點點 所以大家就比較沒有壓力這麼大 但是長期來看來是要一些準備來 除了麵包糕餅 台九也說酒類的原物料麥芽 和相關設備漲幅超過一成 做泡麵要用到的麵粉漲價也很有感 雖然短期不會漲價 不過根據主計處調查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有17項民生物資創三年新高 東西變貴錢變薄 專家預期民眾會慢慢感受到通行壓力 TVB宣傳徐公章也係特別有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散開啟通知小鈴鐺 基本上不是比較不新的 紅